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的电影是《荒野生存》 克里斯是一个家庭条件优越的美国青年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从美国知名大学毕业 现在摆在克里斯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继续去哈佛深造 另一条则是拿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直接去大公司上班 无论克里斯选择哪条路 他这辈子都可以过上充实而安逸的日子 但谁也没有想到克里斯最后放弃了这一切 他把自己的积蓄通通捐给了福利机构 然后自己独自一人离开了优越的家庭 离开了喧嚣的城市踏上寻找自由的大路上 他先是改了自己的名字称自己为旅行者 随后他又把身上仅剩的几张现金也烧毁 在旅途中克里斯先是遇到了雷妮夫妇 雷妮和姐是一对夫妻 他们和克里斯一样开着旅行车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 和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 因为克里斯长得很像他们的孩子 所以雷妮和姐对他十分喜爱 三个人也渐渐产生了感情 就在这一时克里斯选择了默默离开 他还有自己的旅行要完成 他不愿意被羁绊在这里 后来克里斯来到一户农场 希望可以在这里体验田园自由的乐趣 农场主也热情地招待了他 就这样 克里斯一直留在农场收麦子 直到农场主因为个人原因被警察抓住 他才离开 离开后克里斯搞了一个批发艇 他就靠着这个批发艇和自己手里的奖 一路惊险漂流来到沙漠 并且还穿越了沙漠 偷渡进入墨西哥 然后依靠私自爬火车 重新回到美国境内 回到城市后 克里斯到救助站登记 他希望好好休息一下 再计划下一步旅行 但当他看到城市里 每一个人都被各种压力束缚 戴着面具喘息的狗活时 克里斯毅然决然 选择当夜就离开这里 没有钱的他再一次逃票爬火车 但这一次警察逮到了他 并且把他狠狠打了一顿 这并没有阻拦克里斯继续冒险 他又徒行了很远 来到一个流浪者聚集地 在这里他和雷尼夫妇再一次相聚重逢 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叫特雷西的女孩 特雷西喜欢上了克雷斯 他渴望可以从这个向往自由的大男孩身上 收获爱情 而克里斯却选择转身离开 他不愿意被爱情绑住双脚 他的一生注定是孤独而自由的 转眼间克里斯来到了盐湖城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老人 这老人的亲人因为车祸去世 他独自一人每天守护着自己的皮革厂 克里斯的到来让老人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他们每天都一起爬山一起玩乐 老人满怀深情地表示 自己希望可以收下他做自己的孩子 克里斯没有直接拒绝老人 但他也表示一切要等他从阿拉斯加回来后再做决定 最终克里斯还是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阿拉斯加 他也决定在这自由的土地上定居 克里斯找到一个废弃的房车 并且还买了一把猎枪 每天靠打猎为生 但久而久之 周边的猎物都被吓饱了 最后他所在的这片区域 连野狼都找不到 之后克里斯又靠着寻找野果野菜 勉强填饱肚子 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吃到了有毒的食物 在这荒郊野林里食物中毒了 慢慢失去身体机能的他 无法再出去觅食 最后默默地死在了这片无主之地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之地 我们或许没有勇气像克里斯一样 但我们也应该在有限的条件下 活出自己的风采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